垃圾游戏常有 但是垃圾的头头是道的游戏还真的不常有 今天敖厂长人就发现了一款没脸没皮的垃圾游戏 Trayer of Kutuma 3rd 翻译成中文应该是Kutuma 34的宝藏 游戏简介说这是一个简单的TPS游戏 如果你熟悉独立游戏 则可以享受许多乐趣 但离谱的字 下面竟然写着 如果你喜欢垃圾游戏 则可以享受更多的乐趣 现在的垃圾游戏都怎么不要脸的吗 那就和敖厂长一起开一看 这个垃圾游戏到底是个什么宝藏 一进游戏就是一套简洁明了的UI界面 是不是觉得除了一点简陋 看起来还算正常 但是当你点击开始游戏 卧槽 这个背景故事介绍 虽然看着都是中国字 但是奥厂长横数读了几遍都看不懂他想表达个什么 一度怀疑自己是义务教育的漏网之鱼 为了证明自己的教育程度 奥厂长想出了读懂天数的办法就是 直接看英文 唉 这下好多了 结果阅读英文版的故事背景 可以看出游戏剧情其实是说 库图马三世夺走了古代女神的宝藏建立了库图马国 现在宝藏被叛军夺走 所以库图马国的人派人请出主 决这个高人出山 夺回宝藏 但是奥厂长真的没有想到 这种需要专门派人远渡从阳去请的室外高人 居然是一个上身吊带身 下穿小热裤 目光入有声 胸口扛大龙的 中脸大婶 看着这个建模估计你根本想不到这 居然是今年7月份才发布的游戏和记者2020年 他们还有人能做出这样的东西 顿时觉得买游戏花出去的6块钱 它不香了 既然外表拼屁股器 想必主角一定十里惊人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看有什么样的惊人能力呢 首先就是主角异常恐怖的身体控制能力 先不说主角能够自动开关门和水下奔跑能力有多离谱 就是简简单单的跳跃 在这个主角身上也是一种超能力的体现 一般游戏里已经很反常识的二段跳 根本不能满足游戏主角对上天这件事的追求 只有来自武当的失传绝学 轻重四段跳才能让主角左脚踩右脚上天 但是只有这些显然不够 游戏的目标既然是平静叛乱夺取宝藏 主角肯定需要有一定的攻击能力 我们可以看到只穿背心的主角根本没有任何武器 难道我们的主角是一位拳皇 不不不 当你按照系统提示了下意见后 主角居然就能运用体会的蒸汽之力 凭空幻化出一把AWM 走走 这就是传输中的斗技画枪 如果和游戏的内容比起来 这些设定简直都算合情合理 虽说游戏目标是去找寻宝藏 但是游戏开始根本没有任何任务提示 一经游戏除了能靠到主角的大妈脸 就只有身后一个站姿猥琐的妹子 让对话之后能够了解到这个妹子之称RESA 是游戏作者的另一款游戏的主角 而那款游戏因为太拉机 已经被制作者开除出大折捆绑包了 所以来这个游戏里梦幻联动 作为游戏主角连公司的打折包都不配件 听起来还挺惨的 等等 你马着这和老子玩的游戏主线有半码钱关系啊 你这是家单私货 既然这个不是主线NPC 那么这人就只能先四处找找线索 终于闲过到家门口之后 发现了库图马国派来的特使 我去你管这叫神木 这怕不是从学动画森林系列里面跑出了半产品 完美诠释了什么叫神美无下限 这位特使在重复了一遍背景剧情后 就邀请玩家亲自驾驶飞行 赶马库图马夺回宝藏 前面这个就是要驾驶的飞机 诶 飞机可以说是奥商场最喜欢的东西之一了 尤其是这种带喷射的 既还有二次元头像的飞机 不仅快慢自由控制 还能一飞冲天 还可这个蓝天 如果真的能亲自驾驶好想 我就给这个游戏一个 好评 卧槽 要觉得飞机内部建模不好住 直接放个驾驶的第一人称视角不就完啦 非要整两个人物模型放在我的前挡风玻璃上 而且这不是Riza吗 在这风吹裤裆啊 Haria以及向导吹了几分钟冷风之后 老长男顺利到达库图马国 并且见到了库图马国的老大 以及他几个不震惊的手下 WTF 随着一声呛响 库图马老大把特使打死了 这是有泪鬼 要终止交易 在我以为剧情是主角中了圈套 接下来准备想办法跑路的时候 突然老大带着下属 来了一段坟头蹦顶的集体嘎舞 不是 你们跳舞跳舞不要紧 能不能不要拉着我一起跳 而且前面的续章剧情连个BGM都没有 让我一度怀疑我是不是聋了 现在又突然窄哥窄舞神经病啊 在练习完唱跳之后 库图马老大表示 这只是他们内部出了一点小问题 不用太在意 然后他会让秘书给玩家介绍宝藏情况 OK 听起来奥厂长终于可以开始寻找宝藏了 诶 等等 你刚刚不是被老大干掉了吗 为什么又他们的复活了 难不成你就是库图马国的克隆人 不过话说回来 其实这游戏里的宝藏 就是五张没什么卵用的卡片 而且大部分获取方法也非常简单 无非就是四段跳跳上大楼 和一个弱子僵尸对话 或者是跑到没有普通居民的村子 干掉几个同一个梁台里出来的潘迪洛罗就能莫名其妙拿到 反正搞了半天都不知道这游戏实验玩个什么了玩意儿 你们这些怪死就死一定要喊那么大声吗 然而这些小怪都还算正常 过分的是场展竟然遇到了BOSS战 然后才真正看懂了这个游戏的核心思想 作者通过这两个BOSS 竟然传达出一套足以推动游戏产业发展的理论 第一个是椅子兔子 也是一位游戏界的哲学家 在开展之前 他会诠释对游戏制作的理解 其中包括了核心思想是 垃圾游戏的存在 不正是为了传托哈尔游戏的优秀吗 卧槽 鼠尸大师级理解 既为自己做出这么一个东西找到了合理的解释 又为未来的游戏发展道路变明了方向 但是作为一个BOSS 这个兔子的实力就非常垃圾了 除了像个暴屁龙一样蹦蹦跳跳 几乎没有任何攻击手段了 而且我一枪下去 这爆炸效果就大得离谱 在敲仗着猛烈的炮火之下 没打一会儿兔子的学家就被顺利送上CT 前面说话这么屌 就这 而另一个BOSS 就是之前出现在家里的那位REA 前面搭乘飞机的时候 可以看见他 所以主角一同来到了库图马国 但是万万没想到 到这里之后他居然放飞自我 与几个标性大汉正三为王 捞起了奇怪的COS 只要你一靠近他 立马就被拉入他的剧情动画 这五毛光效把脑子眼睛都闪瞎了 然后通过对话你会得知 他来到这个游戏 是因为他对自己当游戏主角很失败 这件事依旧耿耿于怀 于是便在新游戏里 一边吐槽设计师在自己身上做出无数BUG 一边给自己换了个新的面部天图 但是你他妈整容好歹有好的方向稿 这明明更吵了好吗 而且为什么你要来这个游戏找蜘蛛 这个BOSS打起来也很令人迷惑 虽然他身上环绕着五毛特效 但攻击手段却只有使用大剑四击暴人菊花 我们都知道剑一般是铁柱的 而铁一算水就会生锈 用来搞这种活动不安全也不卫生 于是常常只能勉为其难的用AWM把他干掉了 把他击败之后他会高喊人生无憾 然后灰飞烟灭 所以他这一出想要告诉我们什么 那就是如果你觉得一款游戏垃圾 你叫做一款比达更拉近的游戏来记忆穿托 这才能人生无憾 在轻松解决两个BOSS之后 五张卡片也全部集齐 游戏主线也算是完成了 但是没得了成了认真研究卡片 游戏直接转到通关剧情 在库图马老大和他手下见证下 主角成功地交出了宝藏 并收到了报酬 库图马人民由衷感谢 不过你以为这就完了 这游戏垃圾归垃圾还做得有事有终 三交保障之后 老大要求主角在回家的路上顺带追击叛军逃跑的舰队 并把他们都击成 哦 这游戏可牛逼坏了 居然集合了开飞机打手枪追舰队 没想到我玩个6块钱的垃圾游戏 还能有这样的游戏体验 嗯 6块钱感觉有点值了 游戏通关之后 突然画风一转 变成了一个妹子在电脑面前对着Steam画面睡着了 这TM不就是READ了吗 所以你想和我说这游戏是个梦 还是你想说 做垃圾游戏为了让优秀的游戏更加优秀 所以做了一个垃圾游戏 来证明垃圾游戏有存在的必要 这个游戏简直又是方法论和务实主义的记号体 虽然是垃圾游戏的一小步 却是游戏行业发展了一大步 啊 大事我误了 我想学做垃圾游戏